大家好 咱们都知道啊 这个俄罗斯在18世纪之后经历了疯狂的扩张 到19世纪后半叶已经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了 如此广阔的面积带来了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远东地区新吞并的土地如何控制 在当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修铁路 而俄国呢在19世纪20世纪初的确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铁路 西起莫斯科东道海神崴 这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 这条铁路的修建和维护极大的影响了俄国和世界的历史 那么这条铁路有怎样的故事和历史呢 今儿咱就说说这个 当俄国把势力扩充到西伯利亚之后 他们发现了要想在这个地方实现有效的统治太难了 最大的困难在于交通不变 从莫斯科到太平洋沿岸的海神崴没有任何道路 这个区域内的河流也都是南北走向 不能对东西向的交通有任何的注意 因此呢当时的这个物资和人员想要跨越这么遥远的距离 要经历漫长的时间 起码得半年以上 这对于巩固俄国在远东的统治非常不利 于是呢修建一条横跨欧亚人类有史以来最长的铁路 就成了沙皇俄国势在必行的选择 对于这条规划中的铁路 当时的沙俄重臣维特有更野心勃勃的想法 那就是用这条铁路替代苏伊士运河 根据他自己的估算 一旦铁路建成 从欧洲到太平洋的运输 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 而走苏伊士运河最起码为俩月时间 如此一来 俄国可以凭借这条西伯利亚铁路 彻底改写英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线 进而挑战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 既然这条规划中的铁路 对维系俄国远东霸权 乃至世界霸权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就非休不可 经过勘探 修铁路的总里程会达到九千多公里 这比其他的铁路要长出好几倍 沿途会有无数的桥梁隧道 工程量和工程预算 都是天文数字 按照正常的逻辑 俄国要不找英美的银行家借款 这铁路根本就修不好 但是呢 铁路是俄国的国家命脉 怎么可能让外国资本染指呢 所以呢 沙皇亚里山大三世决定 全部凭借俄国自己的力量 去修宪铁路 1890年的3月 当时的皇太子 后来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在环游世界最后一战 日本结束之后 在海神崴 主持了西伯利亚铁路 东段的开工典礼 他在日记里写着 总有一天 自己要乘着列车 驰骋在西伯利亚 并看着俄国在远东 站稳脚跟 让世界颤抖 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之下 俄国积极参与远东事务 1895年 他联合德国法国干涉 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 归还给大清 从而加重了自己在中国东北的话语权 1896年 李鸿章和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 规定大清和俄国 在东北地区应该协防日本 并且同意 俄国通过黑龙江吉林修筑铁路 于是西伯利亚铁路上 就分出了几个支线 其中最重要的是东清铁路 也叫中东铁路 这条铁路穿越中国的黑龙江 直达海神崴 并且可以向南分出支线 直达大连旅顺 此乃沙皇俄国 彻底控制太平洋的关键一手 将来一旦西伯利亚铁路全线贯通 俄罗斯的陆军兵力 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来到沈阳旅顺 彻底控制中国东北 只不过既然这条铁路 是由俄国自行筹款修路 俄国自己呢 国力又有限 修路又很仓促 官僚体系又贪污成风 所以自从那个铁路动工一来啊 陆续修建起来的路段 质量都一言难尽 这条铁路相当长一段路 是修在西伯利亚的动土之上 理应对地基做仔细的设计施工 但是呢 这些都被忽略了 所以呢 动土夏天解冻之后 铁轨就会被淹没在泥江里 而那些横跨河流的桥梁 经常会因为货车重载而变形 由此呢 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 1901年 横跨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地区的铁路段 修筑完工 那一年这段铁路发生了524起事故 铁路几乎每天都在中断的状态 就算通车状态之下 客车的速度呢 也被限制在了时速20公里 更要命的是 俄国官方对于修铁路的大指导原则 是能省则省 整条铁路最难以跨越的天欠 是贝加尔湖 想在这修住桥梁 以当时俄国的国力非常困难 于是他们想到的办法 就用火车渡轮 如此一来火车的确可以跑完全程 但是整个运力却被贝加尔湖卡住了脖子 到了1903年 沙俄宣布铁路完工 而他们和日本为争夺中国的东北 已经到了要开战的地步 日本军方判断 现有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因为贝加尔湖这个瓶颈 根本不足以支撑俄国的后勤补给 所以一定要在俄国打通贝加尔湖这一段路之前 开战 于是呢 1904年日本主动调解了日俄战争 后来的结局果如日本军方所料 俄国大量的弹药物资堆放在铁路沿线 根本来不及向前运送 日本后来能够打赢日俄战争 在相当大程度上 是要拜西伯利亚铁路的缺陷所赐 事实上啊 在日俄战争进行期间 沙俄就已经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 所以战争结束之后 在若干皇室成员的捐款之下 铁路最终得以彻底修好 只不过呢 沙皇也随着二月革命走向了历史 之后俄国内战当中 西伯利亚铁路成了白军的生命线 杰克斯洛伐克军团就凭借着装甲列车 控制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大部分地区 并最终从海神崴撤回国内 铁路如此漫长 红军游击队还是到处找到薄落点 进行爆破 极大的制约了白军的补给 高尔查克的军队后来在乌拉尔山兵败 根本原因也就在于此 1939年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二战随后爆发 而德国和东方的日本又是盟友 于是呢 这条铁路成了日本源源不断 把资源运送到纳粹德国的生命线 对机械化的德军来说 天然橡胶是维持他战斗力至关重要的物资 截止1941年的3月 日本通过这条铁路向纳粹德国输送了5800吨天然橡胶 讽刺的是 这些物资在不久之后 成了纳粹攻打苏联的物质基础 苏德战争出击 随着德军一路势如破竹 莫斯科危如雷软 西伯利亚铁路承载了大量的工厂搬迁到乌拉尔山的任务 比如生产特34坦克的112厂和183厂 与同时 美国也在通过租借法案 大量给予苏联物资 跟元苏的其他路线相比 西伯利亚铁路由于东方终点靠近美国 所以也最为安全 其承载的货运量也远比其他路线多 可以讲在四年战争期间 这条铁路就是维持苏联战斗力的生命线 当年修这条铁路时 设想的对俄国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以后以另一种形式被体现了出来 现如今西伯利亚铁路是俄国能源重要的输送通道 也是一些旅游爱好者非常推崇的道路 在铁路最东端的海神崴 象征铁路终点的9288公里的标记 静静的注立在站台上 诉说着这段铁路曾经的过往 它一度是俄国霸权的工具和象征 只不过曾经的俄罗斯帝国 根本就撑不起这样的霸权 最终烟消云散 唯有铁路上火车的轰鸣声 长留在人间 好了 关于西伯利亚铁路的历史 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